日本九州的長崎市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曾經遭受原子彈的摧殘 至今依然遺留很多原爆的痕跡 所謂讀漫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去到長崎市 我才真正感受到原子彈的可怕 長崎市位於九州西北岸 它是日本一個主要香港 在十七至十九世紀期間 日本實行閉關自首政策 禁止與外人通商 而長崎就是唯一不受限制的港口 依然開放給外國商人進行貿易 長崎擁有一個優良的深水海灣 有很多大船都可以在這裡停泊 自從明治維新之後 長崎還漸漸由一個香港 發展成為日本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 第二次大戰期間 長崎的重工業已經非常發達 有造船、機械和電器廠 甚至是兵工廠 所以它被選中為 投擇原子彈的第二個目標 雖然受到原子彈的摧殘 但是在短短四十幾年之間 長崎已經可以恢復過來 在市區裡面 居水馬龍行人欺來揚皇 一片繁榮景象 極具大城市的風範 不過在他們當中 並非每一個人都記得四十幾年前 這個城市曾經在一剎那之間 變成一個廢墟 雖然一般人都比較羨慌 但是當大家來到這個平和公園的時候 自然就會記起原子彈的和害 平和公園在一九五五年建成 公園前面兩旁都擺放了 由世界各地送出來的和平紀念像 其中這個白色的和平女神像 就是中國政府在一九八五年 送給長崎市 女神手臂上有一隻 和他對望的和平甲 是象徵著 大家都希望世界和平的 至於在公園這個高達十公尺的青銅像 就是世界著名的和平祈禱像 像前面的黑棺材 和平和公園 是由一位日本雕刻家 北川西望所雕塑 姿態特別 右手指向天空 提醒世人不要忘記 原子彈爆炸的慘劇 左手打橫伸出 是希望世界永遠和平 而他兩隻腳一橫一直 就是希望世人能夠正思過錯 輔助他人 在每年的八月九號 這裡還會舉行聖大的追悼祈禱會 一方面悼念死難者 另一方面祈求世界和平 距離平和公園沒有多遠的地方 就是原子彈爆發的地點 1945年8月9日 早上11時02分 原子彈就是這支黑色紀念碑 對上500公尺的高空爆炸 引致死傷者接近15萬人 這支黑色紀念碑 其實說回來 長期可以說是很無辜的 因為當年攜帶原子彈的飛機 飛底九州上空的時候 原本投彈的目標 是長期附近一個城市小倉 誰知道當飛機到達小倉上空的時候 發覺雲層很厚 視野模糊 繞了三個圈之後 發覺情況沒有改變 而飛機又怕燃油不足 於是就決定去轟炸第二個目標 長期了 早上10時58分 轟炸機來到長期市9000公尺高空 當機師看到長期30兵工廠的時候 就立刻按掣 將原子彈放出 11時02分 原子彈就在這個原爆地點上爆炸 一息間整個長期市化為灰準 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大悲劇 故名思義在原爆博物館裡 展示了不少原子彈爆炸之後的圖片和遺物 讓參觀者可以一到這種人為和害的慘況 都選擇了不少海洋 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本这间教堂在1895年动工建造 1925年建成是一间木教堂 当时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将整座教堂炸毁 现在看到的教堂是1959年用钢筋水来重建的 讲起天主教 长期的其中一个统治者大川崇宗 早在日本战国时代已经信奉天主教 他拨地给葡萄牙传教士 建筑堡垒和教堂 自此之后 九州信奉天主教的诸侯和平民就越来越多 不过到德川幕府时代 就对教徒以及传教士大开杀界 直至到1853年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反天主教的政策才得到平息 说回大蒲天主堂 他在1864年由一位法国传教士建造 用以纪念二十六位在长期殉职的教士 大蒲天主堂用木建成 是日本最古老最完整的木教堂之一 已经被列为重要的文物 临力保存了 在大蒲天主堂用木建造 天主堂旁边就是蝴蝶夫人公园 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些外国富商 和大法官所住的高尚住宅区 风景优美 可以跳望整个长期海湾 而著名歌剧蝴蝶夫人 也是以这里做背景 写出一个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 而在公园里面就摆放了一个蝴蝶夫人的铜像 故事的主人翁蝴蝶夫人 原本和一位外国人相恋 可惜分隔两地 而他每一天都和他的儿子在长期海湾盼望富贵 在公园中间 还有一个用Y和U两个英文字母砌成的水池 Y代表船的鞏 而U代表船的枪 因为长期的造船业 是全日本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 讲到这些富有欧绿色彩的大屋 大部分是明治期间 离日本通商的外国人住所 第二次大战之后 三菱公司就将所有的大屋收购 后来转送给长期市政府管理 而政府就将这个 占地三万二千平方公尺的地方 开闭成为公园被人参观 现在这些大屋 已经被列为国家指定的文化遗产 无可否认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 早在秦朝 秦始皇已经派出随福到日本 採集长生不老药 在日本四个大岛里 九州就是最近中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 和中国有关的历史遗迹 位于长期市中心区的中华街 是一条很特别的街道 本来中华街应该很多中国人聚居 不过就刚刚相反 这里除了有中国餐馆之外 你想找个中国人聊天也没有 而经营中国餐馆的老板 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虽然有些是有中国血统 不过他们已经不会讲中文的了 虽然他们不会讲中文而已 但是所炮制的中国点心 手势就相当不错了 所以来到长期 你一说到要吃中国菜 那些日本人就一定会带你来这里的 居住在长期的中国人不多 不过留在长期的中国文化 做举木街市 例如长期孔子庙 就是全日本最大的同类建筑 它是由长期的华侨集资 在1893年建成 二次大战遭受严重破坏 后来在1967年重建 还特意选择了9月28号 即是孔子生辰那一天 是正式开放给市民参观 1982年 孔子庙得到中国政府帮助 参照山东省曲浮的孔子本庙 仿制各类榴梨雅 石栏杆 石人 一角兽 孔子像等 连同72研人石像 都是由北京美术工厂丢制 做好之后运来这里摆放的 大城殿里面 安放了一个孔子像 工人参拜 而这里的拜神方式 和其他日本庙宇的拜神方式不同 除了可以装香之外 还可以烧蜡烛 非常中国化 而殿里面左右两边都摆放了中国的瑞兽 麒麟 原来麒麟是分开痴红的 红性叫麒 而痴性就叫麟 再加上这些祭孔的器具 都是由中国政府所送出来的 崇福寺又叫做福建寺 因为这间寺是由一位法号超然的福建高增 利用华侨的捐献建造的 而寺院的建筑风格 就是参照明朝的禅院 在1680年 长期农民失修 造成大饥荒 这里第二代的主持慈乐法师 为了振祭积民 决定铸造一只巨型的锅 每一日用巨锅主足 分派给三千至五千的积民 发挥慈悲制势的佛教精神 子里面的铜柱大钟 在明朝期间制造 是长期保存得最好 最古老的大钟 事实上 崇福寺是长期规模最大的佛寺 它的第一封门 以及大红普殿 已经被日本政府列为国保 而最近政府还派出专家 将大红宝殿重修 因为重修的缘故 这批佛像就由大红宝殿 搬到后殿这里 而中间三座佛像就是释交茅尼 家业专者和阿嵐专者 至于摆两边的就是十八罗汉杖 氰复子是由南京人建造 所以又叫南京寺 它和刚刚所介绍的崇福寺 还有福祭寺 合稱為長期唐三寺 全部都是由以前的中國商人出錢興建的 在崇福寺、興福寺裡面都有一個共通特色 就是兩間寺都設有馬祖殿 供奉馬祖神像 原來馬祖就是海裡面的神 也就是天后娘娘了 以前到日本京商的中國人 大部份都是來自沿海一帶 而來回中國、日本之間完全依賴船隻 他們供奉馬祖神 是希望在海上能夠平安 中國和日本的交往 已經有一段悠久的歷史 就像這個金印公園裡面所發現的 漢窩奴國王金印就是最佳的證明了 金印是1784年 無意中在九州治河島這個地方發現 根據後漢書記載 金印是由漢光武帝送給福岡的國王 其中金印上的漢字所指的是後漢 窩字即是日本 而漢字即是福岡 自從發現了金印之後 紫賀島就由一個織織無名的小島 變成為一個旅遊勝地 很多中國政要到日本訪問的時候 都會慕名而來這裏參觀的 真正的金印現在已經擺放在福岡 國立博物館裡面工人欣賞參觀 金印是正方形 長闊有2.3公分 厚0.8公分 重108克 用純金製造 是一件罕有的寶物 除了金印之外 九州福岡沿岸一帶 還可以發現一些 用石頭砌成的堡壘遺跡 這些堡壘 原本長達20公里 闊1.5公尺 主要是防禦中國元朝時代 蒙古軍的侵襲 當年元軍東征西土 日本亦不例外 在1274年的文永之役 日本將元朝海軍擊退 當時的謙倉莫苦 下令後肥國的諸侯 在沿海一帶觸堤 防禦元軍再次侵襲 經過七百多年的演變 現在的元寇房女 只剩下一堆鑾石 參觀過九州那麼多個中國歷史文物遺跡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村內埔 也就是鄭成功長大的地方 原來鄭成功是一位中日運月兒 在十七世紀初期 她父親鄭之龍 跟隨荷蘭船來到長崎村內埔附近定居 還娶了一個日本的女孩子叫田川 而鄭成功就是她們的愛情結晶品 當鄭成功七歲的時候 鄭之龍就離開日本 積身返回中國 一直到鄭成功十五歲 才將她帶回中國讀書 而鄭成功的童年 就一直在村內埔這裡長大 在這間鄭成功故居旁邊的大樹 就是鄭成功親手種的 現在已經有350年歷史了 說起來 鄭成功的出生 是有一段曲折動人的故事 當鄭成功媽媽陀著她的時候 因為生活貧窮 每一天都要來到這個海邊撿蜆 有一天 當她撿一撿蜆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作動 想趕回家 誰知道就來不及 唯有在海灘的石堆附近 將鄭成功生下來 所以這裡就設有一個石碑 紀念鄭成功的出生 聽完這麼動人的鄭成功出生故事之後 下一次的環月風情 我們會帶大家去到著名的阿蘇活火山參觀 其實早在我們攝製隊 還沒上阿蘇山之前 已經知道這是一個活火山 隨時都會發生爆發的 果然在我們拍攝之後的第四天 它就發生爆發 還噴出大量的熔岩 這麼緊張的旅程 大家千萬別錯過了 下一次的環月風情再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